好像他們這種就是水生的脊椎動物 他們其實是以魚食做他們的主食 小露斯在動保人員悉心照顧下 讓他們禁食 最近就用動保所多了幾隻陸科除鳥 青道樹上到處都是鳥巢 導致一旁停車隔的車輛 田寮河地面 扶手欄杆 全都遭到鳥糞襲擊 不僅車主不堪其勞 對於環境更是影響嚴重 聖恩府最近派員前往修剪樹木 移除鳥巢 你看地上一堆 牠白白白白 你就知道牠 因為牠已經習慣都棲息在這邊了 所以說你說再怎麼趕 牠趕一陣子牠過來 牠過一陣子還是會 鳥巢拆除之後 八隻雛鳥被動保人員帶回 不過因為夏季正值 陸科鳥類繁殖期 因此聖恩府修剪移除鳥巢動作 也引發了正反兩極討論 天道河其實是在塑形的結構 和這個河畔的環境 是適合陸斯科鳥類居住 所以他們就優先選擇了這裡 那此階段是在其他適合的環境 還沒有到位之前 我覺得在現階段如何的 讓這些陸斯科鳥類和市民 基隆市民能夠共存共榮是重要的 那今天市府就冒然的出去 把這個枝條做一些修整 其實是非常不明智的 因為我們其實可以等只要在一個月或兩個月 這些陸斯科鳥類繁殖完之後 那他們到了成體 他們其實對於我們的野生動物照顧的成本 也會大大的降低 那也會減少整個社會成本的投入 因為田苗河兩側其實它的樹枝 這個樹木的枝葉長得還蠻繁盛的 那有建議最近那個颱風紀念已經到了 那為了避免那個枝葉過於繁盛 那寄予防台的需要 我們會針對那個樹枝做樹枝的一個修剪動作 當然在修剪動作過程當中 大家也知道我們田苗河兩側的百度 其實飼料還蠻多的 那有建議我們保護動物的因素 我們在修剪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請動保所的所長 還有我們的獸醫 在現場進行介護 那對於有些落草的一些豬鳥 我們動保所會立即把它安置 像剛剛那些鳥隻 可能是一到兩週的個體 那可能還要再照顧個五到八週 才能做就是慢慢他們長大 那個野放訓練 跟後續就是找適合的地點 野放的一個處理這樣子 岸鳥人士認為 修剪樹木應該等到八月 除鳥離潮再進行修剪 而市政府強調這次樹木修剪 是以颱風紀來臨前進行行道樹修剪 工程員都是以維護鳥類棄襲地安全之下進行防護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謝謝